记者蔡正明苗栗报道,苗栗县院里正今天发生一起铁牛巨右转撞飞机车疑似兆淘淘案件。 65岁铁牛车里性驾驶,今天开车行经院里正田心理充化道路时,绿灯右转时竟直接把一旁机车骑士连人带车撞落到水沟,之后似乎浑然不觉讨一无踪。 警方获报后在今天下午三点多在临近的通宵镇查获肇事李翁与铁牛车将依照市逃逸最嫌疑送。 警方指出事故发生当下,只见李翁驾驶的铁牛巨右转时,仿佛推倒积木一般,将一旁也要右转但先停等铁牛车经过的黄信南机车骑士连人带车撞倒,机车就恰好卡在灌溉水沟。 黄南被撞滚了两圈别倒,索性只有擦伤。 警方找到李翁时,李翁工程完全没感觉,表示不知道有撞到人。 但警方出示监视器影片后,李翁才知道自己闯祸,懊恼不已。